Hello 大家好 我是俊宝宗 我现在在泰国的曼谷 今天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随机探电挑战 我们前年在墨西哥的坎昆 去年在中东的迪拜都分别做过这个挑战 有请摄像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的随机探电规则 曼谷是一个很大的城市 它有50个县 这个是维基百科上曼谷的县名列表 有共有50个数字 你可以放往下看 所以一会我们会拿这个数字随机软件来决定 我们的数字然后随的码我们就去哪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会咱们正式开始的时候就用这个软件来展示 第二步一会决定了方向之后 我们就要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 带我们去他最喜欢的餐厅 然后他带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吃 我们到了餐厅 我们再随机一个金额 随到多少钱 我们就让服务员按照这个随机的金额 给我们随机上菜 就是这么简单 没听懂 没听懂啊 不会吧 哎 干就完了 走了走了走了 你还没有随机 是 忘了 来来来 这样吧 让你点吧好不好 我点了 你点你熟悉比较好 好 来来来摄像师 希望我们今天能点到好吃的 37 37 37啊 看看刚刚那一图37是哪 37是 拉叉贴微线 哇塞 夹缝里多 很小一个 行呗 那走吧 走吧出发 走走走 哎呀这曼谷这打不到车呀 我看前面有辆山崩的 所以咱们打个山崩的先 I'm going to go to here 37 37 yes I'm going to go there and then can you recommend any restaurant to us 完了 那大哥听不懂 ok let me change this for you 哥我要去这儿 你带我去这个地方 37号完了以后 你给我推荐一个餐厅吧 Yayayay Yayay Yayayay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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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讲中文啊 哈哈哈 一百走走 let's go 三崩子 走 反正反大街都三崩子 泰国的交通撞狗实在是太糟糕了 路车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当地啊 你打车很难打 还不如能做这个三崩子 还快 here here right 到了 好吃吗这个 好吃啊 这家店是吧 很火的 谢谢 一百 好谢谢 这个就是 泰式东英公面 这个司机给我推的 我觉得这当地的三崩子司机呢 给你推的好 要不然就特别坑 要不然就应该特别地道 不知道这两个呢 咱们能占到一个 那我们进去之前呢 来随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我们一会儿呢 消费的额度 这样摄像师呢 你来定个上限 我买单 你往高了上 还不能无上限啊 你可以往高了上 5000泰铢吧 5000泰铢多少人比 差不多1000人比 也行 你说了算 我们设一个 我的下限就一块 我没什么下限 一块到5000 摇到哪就是花多少钱啊 好 我来设备 看我的手机怎么样 这次换你摇 五泰铢多少钱 一块钱人民币啊 不行 这把不算 五块钱 估计没有 人家最便宜 我看这130 不行不行 重摇一个重摇一个 摄像师来摇 我手机实在是 没法吃 你来碰一个 摇个5000 你来 摇个5000 2181 那就按照这个数字来了 咱们进去让这个服务员 帮我们点 Let's go 说实话呢 我觉得这个店呢 走进来之后呢 感觉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整面的墙上 全部贴的 不知道是时刻呢 还是当地的一些明星 过来打卡的一些照片 觉得这家店呢 在当地还算是小有名气的店吧 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 泰国当地的明星 而且帅 有没有认识他的小伙伴 把他明星打在弹幕上 虽然一会让老板过来随机点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店 到底吃些什么东西 这个是鱿鱼 这个是鱼 这个是鱼 这个是虾 然后呢配的不同的东英公汤 应该是 这么便宜 这怎么点的够2000多呢 这有一个大的 这有一个大的 这有1500 我感觉应该是一家 专门是东英公汤的一家店 Here is the number The 20181 Whatever you recommend I will take it The maximum The maximum I mean you want to spend spend it more I'm gonna spend it more and I'm hungry 哈哈哈 好那在老板呢 正式给我们上菜之前呢 就想问问大家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这个随机探店的类型 我跟你们说 这个视频很难拍啊 主要是要有摄像是配合出镜啊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给我们这视频多点赞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随机探店 从一年一度 变成我们的一个季度一度 行吗 好 大家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所有的菜都上齐了 满满一大桌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的老板给我们点了些什么东西 这三份呢 一二三呢 看起来呢 像是前菜 然后这两份呢 应该是主菜吧 我这份尤其的夸张 这份呢 就是咱们刚刚在菜单看的一份 一千五百太猪的海鲜面 这份呢是老板点给摄像师的 这份贵的给你 这么便宜的给我 这豆皮 里面是油炸的什么东西 这好吃 它里面是蟹肉表 它蘸的一个酱 特别的甜 我以为泰国菜全是酸的 还有这种纯甜的甜酱 这两份呢 前菜呢 一个是鸡翅 泰国鸡翅膀 吃的很有意思 你看从中间一些为二 在好处什么呢 就是一个鸡翅膀 可以当两个卖 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一半点你一半点我 一半点我 我发现这泰国的酱汁 就是看过去就是那种 就甜辣口 主要你不爱吃辣 我不知道我吃完这个了 然后给另外一半给你了 它这个甜辣酱 真的有点辣 然后口味稍微有一点点酸 你看帮助要吃奶 Cheers 真浪漫 这份呢应该是熬虾 虾的个子的没有很大 不过它处理得很好 因为中间你看虾做了开背 我帮你剥一个 蘸着这个绿色的酱 看起来稍微有点辣 能吃吗 辣 你先吃吧 这么好 它太辣了 这个酱到时候也能不酸 但是辣中确实带着一点甜 所以甜辣口 主菜就是这两份了 然后这碗面是真的大 它这个东荫公面是很有意思的 东荫就是酸辣的意思 公呢就是虾 这道菜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那就是酸辣虾到 这份海鲜面有1234 有四个海红 两个蟹 一枕头的龙虾 真的是一枕头的龙虾 这个红色的应该是三分鱼 然后还有旁边的那个淡水熬虾 那这个是章鱼 这个可能是鱿鱼 这个可能是鱿鱼 真的是一只完整的龙虾 而且还挺大的 我感觉拿着手上 起码有 至少有小一斤重的 我先尝我下面的面 满足 微辣 然后满满的东荫公的味道 这大龙虾也是从中间开了被的 你看 一人一半 邦尼都帮你弄好了 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 就你一吃你就知道这个龙虾 肯定是新鲜的龙虾 它是跟着这碗东荫公汤一起煮的 它虽然不是一家专业的海鲜店 作为一家东荫公汤店来讲 我觉得这个龙虾的味道 绝对算是上成 龙虾的汤汁 它是跟着这碗东荫公汤一起煮的 整个的龙虾的汤汁 最后全部渗到了这个汤里面 所以这碗汤 想必也是非常的鲜美 奶香奶香的 好喝 路口的口感就是 酸酸辣辣的 说实话还蛮上头的 其实这碗东荫公汤的来历 也非常的传奇 据说在泰国18世纪的古时候 当时有一位公主得了重病 当时的国王就让玉虎 给公主做了一点开胃汤 什么东荫开胃呢 酸辣汤就是开胃汤 结果公主一喝这碗汤 好喝 而且病了立马就要到病去 所以当时国王就把这碗汤 定为泰国的国汤 剩下的这些部分 我们就把它交给食堂吃了 来 太多了 没问题 大家都怕你吃不饱 来 这边老板还怕我们点凌碗炒面 这个也是一个海鲜炒面 只不过这个海鲜炒面的料 没有刚刚咱们旁边吃的汤面有那么足 它就放了海虹 然后放了这种桃虾 一点点简单的游鱼圈 那是泰国菜的 就是那种酸酸辣辣的口味 开完了 我可能是因为江西论的原因 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辣 所以那是泰国菜的 我觉得很符合我的口感 这也归你了 这个也归你了 我吃不下这么多了 我可以的 还没吃呢 好 那么多 今天事实上是过年 这是我们的账单 老板一共帮我们点了 12345道菜 然后还有两个饮料 一共是2138 跟我们之前随到的数字相差大概50泰铢左右 你们觉得这个价钱贵吗 对 钻业 好 视频的最后呢 究究还是要说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类型的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视频点个赞 另外呢 究竟要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300万粉要去到印度挑战一下 印度的街头美食 所以还没有关注我们小伙伴们 赶紧点赞关注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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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